這個今天是7月1號 昨天6月30號 這個來的41萬劑 從美國來的 他說抵台之前少談 避免節外生枝 到底又是誰節外生枝 陳時中跟沙棋 好像一樣 都是沒有主持 然後陳時中的主持都是 某個人不能說的人 難道是佛地魔嗎 我們現場現在委安哥來了 還有這個王仁賢理事長 跟大家打個招呼 主持人好 觀眾朋友大家好 大家好 好 委安哥那既然來 我們就接著去剛才的話題 其實昨天TIFA大家 看了半天都以為說 好像會談到 所謂的莫德納代工的事情 結果最後翻出來 兩邊的新聞稿 是我們講說 我們有三度呼籲美方 這個要考慮幫我們代工 然後美方新聞稿 資質未提 反而裡面看起來 共識提到一些什麼 美豬美牛的進口壁壘 要把它解決掉 然後接著來看到的是 雷蒙多跟沙棋兩個人 就晶片換疫苗的說法 也不太一樣 最後大家最關注的焦點就是 沙棋就是說 注意到了台灣取得疫苗 途徑被截斷 接著台灣這邊 包括了民進黨 包括了激進黨就開始講 就是中國大陸 然後就是你國民黨 跟民眾黨要說清楚 這到底是什麼一個物理看法啊 好 很快講幾個話題 第一個就是 我們昨天跟美國談 這個TIFA的視訊會議 兩邊的事後對外的說明 看起來是有一點落差 那我的立場非常清楚 樂見台灣代工國際大廠的疫苗 很簡單因為台灣需要疫苗 台灣需要有效的疫苗 台灣需要國際大廠疫苗 所以如果台灣代工 就像韓國有代工 沒錯 深圳也有代工 泰國也有 日本也有對不對 那大家知道了嗎 那我們台灣能夠代工的話是好事 那我不知道為什麼之前要拒絕 到底我們是不是一億劑就是緊繃 三億劑做不到 都沒有答案 我就覺得最大問題是 我們這段期間討論那麼多話題 常常都沒有答案 這是一件比較遺憾的事情 連開會TIFA到底有沒有談到 要讓台灣代工美國的疫苗 美方的貿易代表署 他的新聞稿裡面完全沒有提及 有談醫療沒談疫苗 我們這邊是三度提出 而且對外事出好像一副就是OK了 應該沒問題 美方同意 怎麼落差那麼大 但是我是希望能夠有 這第一個 第二個 在這整個過程當中 我們所看到的美國白宮發言人 他去講的 這個Saki他所說的 他說有意識到台灣有被Cup off 就是那個路徑被Cup off 他講的是什麼 就是說他中國大陸在截斷台灣嗎 他沒有主持啊 他沒有主持 所以他講的不是這個事情 但是沒關係 我先跟大家講 因為很多網友都在提醒我說 黃哥你不要解讀說 他的意思是中國大陸在阻斷台灣 但是我就先解讀說 因為很多我們台灣有復婚的觀眾朋友 是相信他的意思是這樣 那我們就把這個事情先當成是事實好了 先把中國大陸 阻絕台灣買疫苗好了 那我們就到回來看 中國大陸能夠阻絕台灣買什麼 中國大陸能阻絕我跟凱翔去吃台中肉丸嗎 中國大陸能夠阻絕我跟這個許甫去這個敵化街吃炒魷魚羹嗎 不行嘛對不對 但中國大陸可以不把他的國藥跟科興賣給台灣對不對 我這樣講什麼道理 因為這是他的東西嘛 中國大陸是聯合國常任理事國 他可不可以阻止中華民國衝返聯合國 可以嘛 因為他有辦法嘛對不對 那以這個概念來講 中國大陸要阻絕台灣買疫苗 那他一定可以阻絕國藥科興跟大陸疫苗 他甚至有可能去影響拿到代理權的上海復興BNT 這個我們都能理解 也都還可以在討論的方案 那你要拿出證據了 請問中國大陸怎麼阻絕莫德納 怎麼阻絕JJ 江森 江森 怎麼阻絕Novavax 怎麼阻絕 你怎麼美國人自己這樣說 他沒有那樣說啊 是我們這邊這樣講嘛 是民進黨的發言人 跟民進黨立委開記者會講嘛 說美國白宮已經認證中國大陸 我先跟大家講就是說 我們把這事情拆開來看 中國大陸有沒有阻絕 或是截斷台灣購買疫苗的路徑 這是一個是 但是就算這個事情是真的 他能阻絕的 是他能影響的疫苗 總不是美國疫苗吧 難道中國大陸可以阻絕 那個美國總統拜登出來 開記者會講的話嗎 還要國大辦發言人 或是他們王毅看過以後 嗯可以了 好告訴拜登他可以這樣講 是美國是中國大陸管的嗎 當然不是 我們拿到那250萬飛機飛過來的那疫苗 中國大陸怎麼忘記阻絕了 250萬那麼多應該阻絕對不對 對 為什麼沒有把它截斷呢 所以重點來了 你要去討論中國大陸 有沒有在過去的這一年半 讓台灣買不到疫苗 這個話題是可以討論的 你就拿出證據 因為我們陳中部長多次講 有人不希望台灣太高興 他從來沒有講過那個有人是誰 那個我想到以前說 影射的殺傷力最強 這感覺起來就是這一招 重點來了 我說以現在兩岸的關係 你說以前馬英九時期 馬英九喜歡跟中國大陸 在那邊怎麼講 好來好去 然後看到習近平 這時候我有跟馬英九 去新加坡 我看到很多網友都寫說 馬英九應該要當面 告訴習近平把飛機艦撤走 而且在大戰面前 高喊中華民國 我說整個馬英九 把習近平扒下去好了 這樣子表示說愛台灣嘛 對不對 就是他那時候 那個要求馬英九是這樣嘛 好 OK 但是各位觀眾朋友 馬英九已經不當總統五年了 現在是蔡總統啊 蔡總統這五年來 有在顧到所謂兩岸的情面嗎 他主決我 可是我不好意思講出來 怕他會生氣 所以我們就用友人 跟有些人這樣子 來代替來影射嗎 你有什麼好影射的 你就直接講嘛 你今天買疫苗 被中國大陸打個單位 哪個公司 哪個時間怎麼樣主決 我講是BNT也好 我其他疫苗 你就把他講出來 AZ他能控制也好 不過倒回來看 我們常說沒有WHO啦 只有CHO對不對 說世界衛生組織 早就被中國大陸管 之前這樣 那WHO俠下的 COVEX給我們的疫苗 其實還意外的多耶 因為我們自己買AZ的 十一點就還多耶 那你說人家對我們台灣 是一定是封鎖的 可是實際上有到貨啊 那我們自己訂AZ 沒有到貨 莫德納到的 也沒有那麼如預期 那這個你要回來講 那最後的重點就在這裡了 我今天不跟大家去糾結 中國大陸以及那個美國的 白宮發言人 他的談法到底在講什麼 我就講 你就打算 中國大陸 私有阻絕台灣取得疫苗好了 你就第一個把他講出來 沒有人要你顧前面 台灣跟大陸 現在目前關係很緊張 都快打起來 也沒有什麼前面了 第二個就是 他就算要咀嚼 他的截斷的能力 有辦法截斷到美國的 這幾個大藥廠嗎 這我完全無法理解 這比例上不通的耶 你連這個藥廠都可以阻絕 那軍火就是可以阻絕掉 中國大陸禁止 國藥跟科興賣台灣 這我相信 因為他說國藥要求 你不可以賣 雖然國藥跟科興被WHO認證 我們不給台灣人打 台灣彎彎必須死 可是他如何能夠讓美國的 疫苗廠的疫苗賣到台灣 這第一個 第二個 那倒回來看好了 我們5月15號以前 我們所講的是買1981萬 我上給大家聽很多次了 COVID476萬 莫德納505 AZ1000 5月15之前 那因為台灣沒有疫情啊 你看AZ3月來的時候 還沒有人要打耶 好可這是事實 那請問5月15之後 今天7月1號了 已經到第三劑了 我們陳時中部長 還有孫昌院長 在立法院 公開講過要買的這些疫苗 到現在 已經三級警戒 一個半月45天過去了 我們有沒有像越南一樣 5月發現疫情嚴重 趕快去買BNT 現在7月要到貨 3100萬 陸續啦 菲律賓4000萬 也是BNT 我們這一個半月 我們有沒有去買 國際大廠的疫苗 一劑都沒有啊 我們這一個半月 只有在5月28號的時候 各簽了高端聯亞500萬 你怎麼沒有再加簽 莫德納500萬 剩下還之後是民間自己在招種 你沒有嘛 就是說你今天有沒有要去買 然後買的過程當中 被中國道路給cut off 那你拿出來嘛 你根本沒有要去買國外的疫苗 國際大廠疫苗沒有 然後一直跟大家講 中國道路主角有買疫苗 而且還用美國的發言人 來當成佐證 我就講嘛 美國的發言人他講的話 我們是要去尊重他講的內容 把他用英文原文出來看 你也不用去跟大家講 中國道路對台灣有多好 因為畢竟我們現在關係 確實很緊張 但是中國道路對台灣 不會很好 或甚至會打壓你的這個基礎 你要把它拿來看看 我們買疫苗買不到 是不是因為是這樣 是因為被打壓 還是你根本沒有去買嘛 你根本就沒有去對外買嘛 1981萬一個人打兩劑 就是990萬人 那我跟凱翔都不是人 我們根本沒有被計算 在這一次的購買疫苗的人數當中 我們根本就不在前990萬人當中 而且你這往上走 再加上高端利亞各500萬好了 那就變成多少 就變成是2981萬 那就是1490萬人 我跟凱翔依舊不是人啊 我們還是沒有進來 因為台灣有2350萬人 扣掉12歲以下不打的有2000萬人 一個人要打兩劑 那要4000萬劑 我們現在只有1981萬劑 不管有沒有到 就最後全部到貨的話 再加1000萬的高端利亞 有人說剛才不能算 我就把它算進去好了 也不過是2981萬 1490萬人 那還有500萬人怎麼辦 我們大概還有500萬人要打啊 因為有2000萬人要打疫苗啊 12歲以上都要打不是嗎 還是你跟他講說 反正你也不會打 所以我就不用買了 是這樣子的嗎 所以重點 在於中國大陸有沒有打壓台灣 你就當做他有好了 可是他能打壓全世界所有的廠 全世界所有的廠都要聽 美國的莫德納跟美國的Novafax 要聽中國大陸指揮喔 第二個 那你說中國大陸會影響我們 而且讓我們買不到的這件事情 你要提出我們有去買到 足量的這個事情 我們有沒有買足量 看起來是沒有啊 所以這才是重點 那至於有沒有辦法代工到莫德納 所謂的一年三億劑的這件事情 那就盡觀其變 現在美國方面的新聞稿看起來 是沒有這樣子的一個計畫 對 看起來這新聞稿是沒有 而且剛才韋翰哥其實是就事實的基礎 就是有一分話 就是白宮這番話 我們也不能說就是說他就是有主詞 可是我覺得我要追問韋翰哥很奇怪 因為我們都已經看慣了陳時中 每次沒有主詞的說法 但是白宮這一次 他如果真的是中國大陸的話 他就直接點出來了 但是會不會再另外一個可能是 這個是符合美方的策略 美方的戰略 就是說反正我知道你們台灣的 這個狀況會是這樣解讀 所以我拋一個球給你 我剛剛跟大家解讀的是 用實際的狀況去做解讀 講的東西就是有憑有據的 他的數字以及我們採購 以及我們所做的政府的這些措施 都是可以去查的 但是現在許甫問我這個 好那我們就多解讀一點 那如果你要把這個事情解讀 是政治的層面 這不是在抗疫 疫情的疫啦 而是在抗中的話 那看起來就講得通了 因為他今天是要告訴你 中國大陸妨礙台灣 那我們台灣也講說 你看美國認證中國大陸妨礙台灣 所以呢 所以我們就要非常討厭中國大陸 美國跟台灣 美國跟中華民國聯手抗中 所以他是一個抗中 在政治意識上面 要讓台灣的人覺得說 為什麼你現在打不到疫苗 因為中國大陸阻斷了我們 我覺得這一點要把它講清楚 我不去幫中國大陸講話 說他們都對台灣很好 是啦中國大陸是有要賣給台灣BNT 可是蔡總統不願意買嘛 那我的意思是說 你就不用再糾結在那邊了 你今天如果說你買BNT 你怕被中國大陸穿小鞋 國藥跟科興 因為法律你又從來不考慮 然後我要去買美國的疫苗了 結果中國大陸還真有能力 可以阻止美國疫苗來 那你拿出來講 但如果沒有的情況之下的時候 你既又不去買 然後你又一直講說 我不能去 我就舉了個例子嘛 我帶我三個小孩進去看電影 跟我老婆五個人 我只買三張票我要進去看電影 就講你們五個人怎麼買三張票 買太少對不對 他說沒有啦 因為我老婆的力量 你再阻斷了 不是你要知道 因為那個電影星際大戰 你知道我老婆一定會睡著對不對 那我女兒看不懂 所以其實五個人裡面 等一下進去 只有會有三個人真的看得懂 所以另外兩個人不用買票 這樣你進得去嗎 進不去 你當然就進不去嘛 我們今天一直說 我們疫苗很少 說是因為被阻絕了 那個收票員不讓我進去 可是你票一拿出來 你就只有三張票 你怎麼進五個人 我們今天如果去買了疫苗 我們花了那些錢 我們採購了疫苗以後 然後中國道路用各種方法 你拿出證據 他不讓那些貨到貨 那OK啊 可是問題是你要怎麼說服 真正有任何嘗試 跟邏輯思考的人 會相信美國的大廠 他的出貨是會被中國道路 給阻斷的這件事 他能阻斷國藥科興 阻斷BNT 因為他有代理權 他能阻斷COVAX嗎 他能阻斷NOVAX跟Johnson Johnson 還有這個莫德納嗎 那所以倒過來講 我剛剛就算給你聽了嘛 與其去怪別人阻斷 其實我說實在的啦 以兩岸下案的關係 中國道路真要阻斷 或是說打壓台灣 這也不是不可能啦 就是說我們現在兩岸關係 確實不好嘛 但是你要去怪別人阻斷你的時候 你要先倒過來看 你做了什麼事情被阻斷 你根本沒有去買 你根本沒有去買啊 我就講嘛 5月15發生疫情之後 跟5月15發生疫情之前 但是兩個不同的狀況 之前是覺得台灣沒事 而且大家不踴躍打 買太多還怕會打不完 OK 我想說可以試圖理解啦 或許不敢買太多嘛 所以一半用國產 一半用國際 但5月15之後 已經是這種狀況了 你還沒有把我跟凱翔 像這樣50歲以下的人 算進來可以打國際大廠的疫苗 那就是政府的購買的 積極度上面完全不足嘛 而且這話已經講了快兩個月了 一個半月過去 三級級內提升到現在 我們真的確實沒有去加買啊 人家NOVAX 日本買多少 1.5億 我們台灣買多少 說問看看200要不要 就人家講說200 你自己去找COVEX去談啊 所以我們為什麼不買 NOVAX也是被中國道路控制的嗎 這些事情其實這樣一講 就都很清楚 立刻訂閱中天電視 支持監督的力量在中天 中天新聞不會消失 只會更強大